全部馬不準備妥當 四盡四賓千賢一開閘的時候 精彩時機躺在後面前面快的馬 見到中檔位置就是這隻泡泡店湧上去 外面有齊飛 內蘭第三就是這隻有膽色 再後面第四敷胚滿相 第五位中間厲害先生 內蘭卡卡被人就是那隻余將軍 外面外眼光亦都左左那隻 就是藍色衣服那隻挺厲害的 再後面精彩時機歡欣星 利利之聲縮回來跑 包尾那隻就是上浦勇將 對面八百 前面齊飛大放 第二位的馬 見到有這隻福貝滿相 前面就是這隻泡泡店 外面望空了就是這隻外眼光 再見到中檔位置 內蘭抖下抖下那隻 還有這個有膽色 藍衫紅眼罩挺厲害 再數後面余將軍 歡欣星精彩時機 尾伊為治利利之聲 包了落尾上浦勇將 入直路齊飛佔了多少 在他外面有福貝滿相 外面外眼光湧出去了 大外擋有多厲害 再涉上便 還見到馬筆有鋪鋪鋪 中間還有有膽色 外面追就是歡欣星的馬 最後二百米 多厲害在外面 已經脫平而出 湧上來了 再見到中間有外眼光 厲害先生的馬 接近中檔多厲害 就贏了 第二名有齊飛 外眼光 兩隻馬都接近 外面有一個厲害先生的 結果這場賽事 外面湧反而是著數了 這隻多厲害 債退幾步 潘頓合作回 有馬就贏了 沈集成第二名 齊飛還是外眼光 厲害先生的第四 真的 潘頓又贏了 多厲害 跟沈集成再次恢復合作 這隻馬就贏了 第二位就是齊飛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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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我看就像是高一點 過了終點就 看到外眼光 剛剛那位好像還在齊飛 高一點 看一看 也很近 步速慢到離譜 四十九秒 四班馬步速可以慢到四十九秒 一世紀慢 所以外眼光走的位置 其實也不算太虧了 回來還可以衝一下 平時有時可以四十六秒多 九秒馬兩秒多 真是離譜 今天 還原回前一次 蝕萬步速追得厲害 對 這次也是蝕萬步速 不過 彎頭已經走出去了 可以走出去了 入了直路其實已經拍著你前面 初遜那場很後 二十二就多這樣衝上來 這次夠用 這次轉彎已經夠用了 轉彎已經 好慢 二十八 嘩 第二段才慢得恐怖 真的慢到離譜 二十四秒五幾 你看到阿杜利娜那些 那些頭 對呀 一出出來 那裡有些離譜 後面那些真是慘 看到那些有膽色的那些 外眼光 那些都是側的 都是側的 外眼光都好一點 開邊 因為開邊 都很聰明的 其實安國倫可能 不是路 三碟就三碟都湧上來 這樣 但是齊飛會被他賺點 齊飛一直在前面 齊飛就很明顯賺到 萬步速 對呀 嘩 第二段馬上 一秒五線幾 比起哪個時間 一秒五線幾 好 寬頓 應該哄沈澤成開心了吧 對呀 應該多一些交易吧 實力助期 有一輪 那輪 前幾次 你都看到 你想也不用想 那些馬 操都沒得操 現在就 看看會不會 多一些合作 多開心 都玩一下 現在競爭這麼激烈 好 看看他如何跑 現在越來越多騎士 搶了馬欄 大力得逼力 變成 其實搞死後面那些黃金包 上海貼難受威那些馬 真的很慘 這種跑法 你看到你來 這裡都已經抓到 頭都側了 這些完全是人馬角力 你看 嘩 要不需要拉到這樣 對呀 要不需要拉到這樣 除非 賣了來 再慢一點 一會兒那些有膽識 真是慘 看見他入圈的時候 一夜大力一抽 抽完還要在那裡鬥口 因為沒有路走 隻米又想走 有一個 你也是道理來 真的拉得很噁心 你看到他流起來 根本這隻馬都扔到 全程側起頭 就是因為步速 當然是他自己 自己阻止 對呀 他比起步快要齊飛 你現在走過來 那些因為走得順 原來走得順 不用鬥口 回劇內便會有 表面好像虧了馬步速 但他因為沒有鬥口 原來走得順 那些跑法是很不令人喜歡的 那些賽果真是很難料 如果這樣 在這樣的跑法之下 這次要這樣 請看正式派賽 跑第明5號 挺厲害的 導演派現 四十四塊 為之排十八塊 跑第二明9號 齊飛 為之排三十七個半 跑第三號 法定人數不足